- 空居屏東地 - 空居屏東地 - 空居屏東地 大家好 我是嫂一邊 - 我是豬在心裡邊 - 那我們今天來到的地方是 - 空居屏東地 - 那想要空居屏東地 - 我們就會想到 - 在逢林過節的時候 - 國軍跟他們軍卷 - 就會搭乘C13動 - 往返離島跟他們家人團聚 -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去搭飛機嗎 - 不是 你想太多了 - 我們今天要來挖掘營區附近的 - 銅板美食 - 很適合錢包空空的我們 - 沒錯 - 那我們就一起來 - 吃爆屏東 - 啊如果沒吃爆怎麼辦 - 少妮 我們現在在哪裡 - 我們現在在的地方是 - 港式混沌大王 - 那這邊呢 - 是非常多官兵推薦的同班美食 - 那店面的位置也非常的顯眼 - 它就在轉角處 - 然後它對面呢 - 也有非常多的停車場 - 那觀眾朋友 - 雖然肚子餓 - 也不要隨便乱停車 - 因為對面就有警察 - 好 到底 - 米茶不重要 - 我們現在先來吃吧 - 我現在自己好喝 - 好 - 我現在開始吃的是 - 鮮蝦混沌 -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混沌 - 你看 - 是不是超大一個 - 超厲害的 - 這是超級好吃的 - 應該是 - 會不會很好吃 - 很好 - 我覺得那個湯頭 - 就是很清爽 - 不會太甜 - 但我覺得很爽 - 也覺得兩隻餐子 - 其實超滿足的 - 滿滿一碗 - 而且我覺得 - 能夠好吃的 - 那接下來我們就換 - 少一切 - 然後接下來我要吃的這碗呢 - 是麻醬肉絲湯麵 然後我剛來的時候還想說麻醬湯麵 因為我在北部的時候只聽過麻醬乾麵 但是就來這邊才知道原來麻醬也可以做成湯 這是非常的讓我意外 然後我想問一下攝影師 你有聽過麻醬湯麵嗎 我也是第一次聽到 連攝影師都沒聽過 那我就點對了 那我來開始吃了 來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藥真的是非常的多 你看等一下還有麻醬也 那我就不客氣囉 在吃的時候真的有吃到那個麻醬的香氣 真的超級濃 而且它的那個手工麵啊很Q彈 他要來吃鮮肉混沌麻醬乾麵 我聞看 升天的 直接升上去 升天的味道 想吃嗎 你是不是想吃啊 不跟你說我 然後他來吃我的麵 再見 好熱喔 現在34度 這個天氣就是要來一杯 消暑聖品 所以 現在我們就來到屏東最早創立的首謠飲料店 老莊問茶 那我們就請老莊問茶的老闆 老闆老闆你好 妳好 我想請問就是我們的飲料店為什麼要叫老莊問茶 以前莊子像老子問過茶莊子的意思啦 我現在這杯是黃金糖釀茶 那我這一杯呢是日本不動茶 好厲害喔 我覺得這杯真的超適合夏天喝的 酸酸甜甜的 他說裡面有加化煤 電極的金極 所以我覺得這杯真的是很適合夏天的時候可以來一杯 過的呢就會讓人家想到客家的擂茶 所以在喝的時候那個其實香氣就真的是不比而來唇齒流香的那一種 那我們現在就到下一個景點 Let's go 現在來到的地方是聖利 新村 沒錯聖利新村呢它是舊式的眷村改建的 這邊已經也被關化成了創意生活園區 然後可以看到後面的建築物呢是充滿日式風味的 我覺得現在這個悠閒的午後再配上這個景 非常適合來一杯 非常chill又冰涼的飲料 而且這邊非常的適合拍照 沒錯 少一邊 你有拍過照嗎 常拍照嗎 我超級少拍照 今天姐就是帶你一日往美速成分 廢話不多 使我們走 此時 等一下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們夜市的第一站呢 就來到台北泡泡冰屏東的創始店 重點的呢 這個是核桃牛奶冰 我是巧克力口味的 真的 就很像直接喝牛奶那種香味 還加了一個核桃 我覺得非常的健康 它巧克力很香耶 巧克力很香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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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它巧克力是那種 不會很甜的巧克力 就是吃的是不會膩的那種 屏東夜市必吃的粉腸跟大腸 然後也是官兵非常推薦的喔 這個是粉腸 大腸 烤米粉 肉早飯 這邊有一個很特別的兩個湯 這一碗呢叫做感情湯 然後另一碗呢叫做千腸掛入湯 就覺得 這間店好像真的非常的重感情耶 沒錯 那我們就趕快來試吃吧 米腸超飽滿的耶 平東人就是這麼實在 現在要吃的呢就是這個粉腸 那我要試吃囉 它的口感很紮實 而且它裡面的肉 臭肥很均勻 肉的香味真的超濃 現在來試吃米粉 我覺得這個米粉它加上那個滷汁的香氣 我覺得很香 它不會太油 就是味道很剛剛好 可以來試一下 是誰 早安掃一邊 坐在心裡邊 你要幹嘛 哪裡來 你們要去哪裡啊 我們要去吃早餐啊 肚子好餓喔 真的超餓 欸 早安掃一邊你的拖鞋好特別喔 喔 這是青年日報最新推出的 陸軍蘇維米彩拖鞋啊 沒錯 而且現在到青道小站就可以購買喔 快點去買吧 那我們現在去吃早餐 走 我們去吃早餐吧 OK 大家好 好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屏東一間非常有特色的早午餐店 沒錯 你可以看到就是這間店的拖鞋非常的酷 就是它的架上啊有非常多就是老闆娘的收藏 就是你可以看到大愛愛夢 然後大桶寶寶 然後還有鹹蛋草的 就是這邊都是我們兒時的回憶 趕快來點餐吧 好 那我們餐點都到齊了 沒錯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現在的餐點吧 竹餅蛋餅 然後這個人非常特別 它是醃蘿蔔口味的蛋餅喔 香氣非常濃郁的花生厚片 就是大家一定會點的豬肉漢堡 有沒有想過 你要醃蘿蔔跟蛋餅可以配起來 很特別很好吃 花生醬很厚欸 花生香味再搭上杏仁的香味 非常值得點 好 它這個漢堡的口感非常有層次 上面是這個酥脆的餅皮 蘆肉吃起來非常的紮實 我覺得整個搭起來就是非常絕配 一路吃下來粉絲是否都筆記了呢 就讓小編帶大家一起回憶 回顧今天的重點吧 首先是料多實在的餛飩 還有超特別的麻將湯麵 等著大家到港式餛飩大王試試喔 第二站來到擁有36年歷史的老莊問茶 炎炎夏天絕對不能錯過 吃飽喝足一定要到附近的勝利新村逛逛 結合眷村及文創風格 是不是很有特色呢 到每個地方都要逛夜市 屏東夜市不能錯過的米腸、粉腸 小編可是超喜歡的喔 每天都要吃早餐 可以隨意但可不能隨便 這間早午餐店視覺、味覺 讓你一次滿足 今天營區心理大雙命就告一段落啦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也要繼續關注我們的臉書專頁喔 而且要記得按讚開啟牆先看 大家下次還想看我們到哪一個營區 附近吃美食呢 歡迎留言給我們喔 我是小一邊 我是朱在心裡邊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喜歡青人日報影片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還要關注臉書、IG、Twitter、Flick相簿和Telegram 除了最即時的軍文 還有不定期的抽獎活動喔